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0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万维网 转发了新唐人电台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 拦截利贡 以色列 铁穷 成明星 多国买单 讲到现代化武器 也就科技含量非常高的现代化武器 在这个未来战争 对中国是未来战争 对世界现在就在发生 通过这些武器 你可以看到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也就是习近平现在国际上 搞嘟嘟逼人要和美国争老大 那么在国内残酷的镇压老百姓 走文革之路 为什么这么狂妄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思维定时 从毛泽东时代来的 50年代抗美援朝那个期间 也就我爸爸参加那场战争 在那里学来的 人还是战术 也就是什么呢 一旦开战 他藏起来 绑架14亿中国人 让当兵上战场 当炮灰 所以他不在乎 老百姓的死活 但现在整个的战争 和国球一样 发生变化了 所以这边文章 谈到的内容 我认为也非常重要 你看这次战争霸易冲突 以色列 发射到激进方面的 激进组织 哈马斯 双方之间这场争斗 你看他向以色列 发射了 哈马斯向以色列 发射了 约4000枚火箭弹 除了一部分 落在加萨地区 伤了巴勒斯坦 自己的人 90%以上 被拦截了 白打了 被以色列铁穹 就系统拦截了 这是一个新的设备 还拦截了 哈马斯的6架无人机 你想吧 这充分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 铁穹这个东西真厉害 这个以前根本没有过的 你想在50年代的时候 那是传统战争 都是地面 排好了队形 宣战 然后举着红旗 后面冲 被大领袖都站在后面 藏起来 根本找不到 等到战争结束了 死就白死了 如果索性活下来 活下来的 统治者 假吗假 是给你带个寻战 然后再用这些虚假的宣传 说你是 这个共和国的卫士 等等吧 都骗人的把戏 现在以这些东西 已经不好用了 现在的战争 你看这现代化的武器 不仅精准的打击 而且精准的拦截 这个是使这个习近平 这些独裁者是最恐惧的 说为什么现在你看 这么爱开会 现在动不动 就是视频连线 他不光是应对 眼下这个疫情防控 还有一个 为未来他们 藏起来做准备 加了在地洞里藏的 谁也找不着 整天就是神秘兮兮的 只会别人当炮灰 但是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 人们足够的决心 你骗也骗不了 对不对 人们翻墙一看 原来我上街当炮灰 是为了保护你 姐夫的财产 保护你女儿的财产 保护你家人的财产 谁那么傻 对不对 这和我爸爸当年 抗民主战争的情况 完全不同 你想那个 我爸那次参加 抗民主战争 回来之后 我逐步的长大了以后 和他先聊天 他就讲 我说那你去 你不怕吗 他说怕 那时候哪有怕的想法 看那个毛泽东 把这个暗影 都送到前线去了 彭德怀都亲自带队去 哪有怕 就是往前冲 要是现在这些当兵的 大部分都会翻墙 有很多部队的将领 都是大学生毕业的 军校毕业的 你谁不知道这事 所以本人认为 就习近平 这个如意算盘 将来是 以泄千里 只要一开战 就落了 底牌了 那么再看看这些武器 根据这篇文章的介绍 说这个 在巴异冲突当中 铁穹拦截系统 展现的威力 仍然贪忽 说这个铁穹系统 可以拦截火箭弹 迫击炮 还能打下无人机 甚至可以拦截 中程巡航导弹 再往下发展 这个拦截能力 就更强了 对不对 说铁穹还具有 选择性击落的功能 它并不是追逐 并击落每一门火箭弹 它是根据情况 如果你就回来 即将 拍电脑系统 雷达检测 你落到海里 落到山里 不伤害老百姓 它不拦截 浪费钱财 对不对 它专门拦截 你该拦截 这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呢 它会判断 这火箭弹 似乎对人口多的城市 或基础是造成危害 在进行拦截 你想这个 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这里有一张图 有一位年轻人 这个很懂军事 给大家谈了谈 这是网上的一个截图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新唐人 现在是越办越好了 那么 这篇文章介绍 是从2000年到2008年 哈马斯向以色列 发射了4000枚火箭弹 射弹和4000枚炮弹 近100万 以色列人都在射程之内 是为了应对这个安全威胁 以色列决心 拦截 开发 拦截火箭弹和炮弹的铁球系统 4年期间完成了 测试过程 2011年期开始部署铁球系统 你可见 现代化战争打的是 打了死钱和技术 和智能 中共为什么派一些留学生 一些老师 一些学者 到美国来偷技术 到海外偷技术 就想弯道超车 走近道 想偷鸡取巧 因为你要想搞科技 老老实实的 进行研究 你看人经历四年 踏踏实 终于现在可以了 2012年 以色列城 铁球系统 拦截了400米火箭 到了14年 拦截了1200米火箭 随后 不断的升级改进 最大拦截范围 要达到250公里 并能够拦截导弹 袭击 你看 有效率多少呢 可能达不到生成的 80%到90% 毕竟爱国者导弹的 拦截 效率被认为不到 75% 而且这个节省了 资本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 你要是如果用这个 这个爱国者导弹 那个拦截 对不对 你那个成本多大 一枚爱国者导弹成本 大约300万元 而你铁穷呢 铁穷是可以减少 这个成本的 这个四倍 可见这个这是 这个钱又花的少 又可以失去 这个很厉害 大家再想一想 美国前不久 把那个伊朗 那个战争狂人 苏兰曼尼 干掉以后 那更棒 那个无人机 打到车里之后 打前排不打 不打后排 打司机 不打那个 那个副驾驶 打副驾驶 就可以不打司机 你想多么精准 所以这些战争的 这些狂人 独裁者 就是这个 已经根本不适应 这个现代社会了 未来的社会 可能打仗 老百姓都顺便看 该打碎打碎 然后老百姓 在那手机牌上 在鼓掌 在换户 也就垮掉了 真的 这个你就想吧 现在美国这个军机 飞到 在这个 蓬佩奥的政府 那期间 川普的政府 那时候 就飞到中国 沿海上千架次 早就把你的 地形摸得 就像自己的手掌一样 撩路指掌 什么军事设施在哪里 这个核武器在哪里 军队在哪里 核潜艇在哪里 将领住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可能这个将领 中共那些高官 部队将领 经常到了 情妇家里 这个楼都置在哪里 你想人家来 一旦开打了以后 人们将看到了 这些 在政治舞台上 整天张牙舞爪的 这夜间 就消失了 所以根本不用那么闭关 就看美国 真不真正 跟你翻脸 这一翻脸 那就是 可以这样讲吧 百发百从 所以看到 这些设备 真是世界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由于这个设备 铁球呢 非常说话 有时候现在开始 全世界各地都在购买 印度 罗马尼亚 埃塞拜奖 签订了购买这个合同 印度 采购了最多 二十亿美金 你看现在 中共官媒 多傻 整天在宣传 印度 受新冠的 这个 这个四月 这个死掉 多少人 多少人 小粉红一片 欢呼 你想你越欢呼 你等到人家结束以后 人家早就算账越狠 对不对 因为现在美国 已经足够的拿出方案 认同这个 严厉梦的报告了 你想这最后是 什么结局 印度和你干就完蛋了 说他特别傻 他治理这个国家 习近平是 低能愚笨的狂妄 一路狂奔 其实像印度这个事情 他的宣传应该淡化 应该多帮助人家 就包括当年 当初这个 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 就讲过 但是他不接受 为什么 他这个 现在是按照严厉梦讲的 故意释放了一种 生物武器战争 那你既然战争 也没宣战 就已经开战了 人家来看 这个打击也是突如其来的 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 一旦打 这些东西都用上 派上用场了 什么无人机 什么铁球 都来了 那你总共那些军事设施 你发着飞弹 你马达得发 是不是 75%到80拦截了 对不对 没有用了 所以只有乖乖的举手投降 到那时候 中共极权统治 这个现代化战争当中 一夜里崩塌 再别存在一种梦想 14亿中国人民 乘铜墙铁壁挡着你 人人都像我老爸 那么傻了 傻不可能了 人们都已经觉醒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但是习近平走 倒退的路 自取灭亡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语的收看 谢谢再见